這就是銀河系中心的黑洞 我們終於看到它了 看看銀河系的中心 整個20世紀人類都在猜測那裡到底有什麼 直到2022年我們終於確認 那裡是個黑洞 這集飯科學就來說說 這一路是怎麼走來的 1933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的央司機 為了處理無線電通訊被干擾的問題 意外發現是從人馬座的方向 發出的無線電短波干擾了通訊 而從這個方位看過去 正好會指向銀河中心 在這之後 這個無線電波源的位置 就被稱為人馬座A 這是人類第一次使用可見光之外的 電磁波段觀測銀河 自此之後開啟了無線電天文學的發展 二戰之後各國紛紛投入這個領域 隨著技術進步 在1970-1980年代 天文學家發現人馬座A 是由多重結構所組成的 周圍有大量的塵埃 會遮擋住可見光與紫外線 必須使用波長長的無線電波 四維米波、紅外線 或是波長更短的 X射線與Gamma射線來觀測 1974年 天文學家Bruce Balik 與Robert Brown 他們使用更精巧的電波望遠鏡 發現人馬座A的特定地區 釋放出明亮而且致密的無線電波 由於是人馬座A最活躍的地方 因此以原子激發態 STAR的表示方式 命名為人馬座ASTAR 所有觀測結果都顯示 銀河中心簡直是金光閃閃銳氣千條 每個波段的電磁波都在那 這之中最難人尋味的是強烈的X射線 怎麼說呢 根據黑體輻射原理 如果一個物體主要放出X射線 那它表面溫度大概要在 攝氏1000萬度以上 比起我們的太陽主要放出可見光 表面溫度約為攝氏5500度 這個攝氏1000萬度以上的天體 究竟是何方神聖 1960年代 天文學家姑且把這種令人費解的天體 稱為類星體 這些天體的吸氣盤上高速繞行的物質 會強烈的摩擦碰撞 產生高溫與磁場 激發強烈的電磁輻射 所以銀河中心強烈X射線的來源 的確有可能是黑洞 另外一種觀測黑洞的方式 是長時間記錄恆星的軌道 如果發現這些恆星 在繞著看不見的天體運行 這個天體就有可能是個黑洞 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Reinhard Gensel 與Andreas Ghez 就因此獲獎 他們兩位的團隊 分別使用當時 世界上最大的光學望遠鏡 監看銀河系中心 將近30年之久 他們發現有很多移動速度 非常快的恆星環繞著人馬座Astar轉動 其中一顆稱為S2的恆星 在距離它最近的軌道上 還達到每秒7000公里的速度 而地球在距離太陽最近的軌道上 也只有每秒30公里 從S2的完整軌道與速度來計算 人馬座Astar是一顆擁有 400萬個太陽質量的天體 而它的半徑卻只有太陽的17倍 這樣極端的密度只有一種可能性 只有一種可能性 所以啦 銀河系中心有個超大質量黑洞 在1990-2000 就成了整個天文界 乃至於全世界的共識 至於超大質量黑洞是怎麼來的 目前還是個謎 一般認為黑洞是恆星死亡後的產物 但根據觀測 這些超大質量黑洞 在宇宙大爆炸之後的7億年就存在了 矛盾的是 那時的宇宙可以說是個幼兒宇宙 重力還在吸引星雲成形 已經誕生的恆星也非常稀少 完全無法解釋 為何會有恆星死亡變成黑洞 這也成了世界各地的天文學家 爭相研究的謎團 儘管銀河中心有黑洞的證據那麼多 都只能算間接證據 天文界有十足的把握 卻也不敢把話說死 像是202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只說人馬座A-Star是超大質量致密天體 那個只差靈門一角的直接證據在哪 什麼時候可以像M87黑洞一樣拍到它的照片呢 這不就來了嗎 2022年5月12號 事件世界望遠鏡EHT公布了人馬座A-Star的影像 請大家掌聲鼓勵 就讓我們來解讀這個最新的黑洞寫真吧 由於黑洞本身並不發光 我們要觀測的是黑洞周圍的光線被它吃掉的範圍 然而並不是圖中整塊黑色區域都是黑洞喔 黑洞本身的size其實比陰影範圍還要小 以下先讓我們釐清兩個概念 黑洞本身的size說得精確些是事件世界的大小 也就是這個區域以內的物質會直接被吞噬 連光也逃脫不了 所以它是一個全然黑暗的球體 事件世界的半徑極為10瓦西半徑 只要知道黑洞質量就算得出來 像人馬座A-Star的10瓦西半徑是1200萬公里 而黑洞吃掉的影像範圍指的是事件世界成像 在我們的視覺平面有多大 不只事件世界本身是全然的黑暗 當光行進事件世界外圍也會沿著扭曲的空間彎折 最終落入黑洞成了我們看不到的那塊圓形陰影 根據廣義相對論 陰影的半徑是10瓦西半徑的2.6倍 離奇玩以上兩個概念 再讓我們來看外圍發光的區域 吸機盤 前面講到黑洞吸機盤上高速繞行的物質 會激烈的摩擦、碰撞、激發高能的電磁輻射 感謝吸機盤大多數的黑洞都是這樣被發現的 雖然超大質量黑洞是宇宙中的龐然大物 但它們實在離我們太遠了 從地球看來還是小到難以察覺 天文影像的解析度將整個天空分成180度 每度有60角分、每角分有60角秒 每角秒再分成1000毫角秒 每毫角秒再分成1000微角秒 人馬座A Star在天空中有50微角秒 M87黑洞則是42微角秒 要觀測它們等同是要從地球上看到月球上的天天圈 需要一個直徑跟地球一樣大的望遠鏡才辦得到 所以EHT真的在宇宙中建造了一個跟地球一樣大的 EHT 使用了特長基線干涉這項技術 大致上來說 干涉法是天文學的強大工具 兩座無線電望遠鏡的觀測資料 藉著干涉法可以重組出 宛如另一台更強望遠鏡的觀測結果 而且望遠鏡彼此之間的距離越大 組合出的解析度越好 歡迎點擊資訊卡了解更多關於干涉的技術 2009-2017年間EHT使用了原子鐘 來同步世界各地共8座電波望遠鏡 隨著地球自轉 這些望遠鏡從不同的位置對準黑洞收集資料 經過運算 大致上可以重建出等同一個地球直徑望遠鏡所觀測到的影像 這就好像把一大面鏡子打碎 只用其中幾個碎片照鏡子 雖然資訊不完整 但還是可以大致知道全景 就這樣 8座望遠鏡 5年的運算 300人團隊跨國合作的結晶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黑洞照片啦 講了這麼多 你有想過為什麼銀河系黑洞的影像 要足足晚了M87黑洞三年才公布嗎 人馬座A-Star比M87黑洞近了2000倍 不是應該更好觀測嗎 這是因為人馬座A-Star太小了 它的大小只有M87黑洞的1.000 M87黑洞外圍的物質環繞一周 需要數天甚至數週 而人馬座A-Star的吸機盤軌道那麼小 以至於只要短短幾分鐘就繞了一周 也就是說在同樣的曝光時間下 人馬座A-Star的氣體擾動幅度過大 你可以想像是在拍一隻追著自己尾巴跑的小狗 每次拍攝出來的成像很有可能糊成一團 所以收集到的龐大觀測訊號必須透過世界各地的超級電腦運算 包括美國、加拿大、歐洲以及台灣 打造一個前所未有的黑洞模擬資料庫 與觀測結果做比對 加上M87黑洞因為有明顯的黑洞噴流 至少可以知道它的軸線 反觀我們銀河系的人馬座A-Star 因為噴流不明顯 模擬黑洞的運算相對來說困難很多 最後透過多次模擬、調教 費時五年才得以成像 成功解開人馬座A-Star的黑洞謎團 真是辛苦他們了 再次掌聲鼓勵 人馬座A-Star與M87黑洞的觀測意義重大 因為根據超大質量黑洞的定義 它們的質量分別處在最小與最大的兩端 當兩者都具有相似的甜甜菌結構 這代表藉於這之間質量的黑洞都八九不離十 我們也就能用同樣的特徵去推測其他的黑洞 探索未知是為了延伸已知 雖然黑洞的一切不見得與我們生活直接相關 但黑洞的極端狀況能夠驗證理論 而為了提升觀測精準度所開發的各項前沿科技 往往就是推進其他領域的動力 例如EHD的八座望遠鏡中 台灣就參與了其中三座的建造 而三百位研究員中就有四十位來自台灣 在看見黑洞的路上 台灣Can Help 能夠觀測到黑洞讓科學家非常興奮 那你的感覺呢? 你是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黑洞是人類知識的邊界 值得畢生投入 還是覺得不太重要 因為有生之年也到不了 或是你覺得有點好奇 但更期待找到蟲洞來場時空之旅 或是你想下次拍到外星人再通知你吧 若是你有其他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Pensai Fan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彩的科學新知 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囉